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在前面的话已经前一节课已经讲到说单子无度结构的动力分析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收到一个外力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结构的反应 这个结构的反应呢包括是结构的位移 速度还有加速度 那我们今天讲的话是地震反应 那就是说我们上个单元呢 结构的外力呢是直接加在这个结构上面的 那今天的话这个外力呢是从地表而来的 那就是说它地表受到一个加速度 然后这个结构的反应究竟是怎么样 就是模拟一个地震在地震作用之下 那结构的反应包括它的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还有加速度的反应 那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专有名词 那第一个的话是基底震动 那英文呢叫base excitation 那就是说它的震动源呢是来自于基底 那基底在震动的时候 那结构就有所反应 那我们就看说结构的反应究竟是怎么样 那这个基底的震动呢就用这个地表加速度 那英文呢叫ground acceleration 就是当这个地表有个加速度的时候 那结构的反应究竟是如何 然后带来是这个地震的反应 那地震的反应的话英文叫seismic response 就是说在地震作用之下 结构的反应究竟是怎么样 那这个反应呢是包括这个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还有加速度的反应 那我们首先呢先回顾一下我们前一个单元 前一个单元的话就是结构 有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是个单速度的结构 那就是说它的位移呢只要用一个变数xt 就能够描述了这样 然后这个结构呢有这个回复力 回复力呢用k来表示 然后这个结构也有阻尼力 阻尼力用c来表示这样 然后受到一个外力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建立这个运动方程式这样 那说说我们在这边呢有这个惯性力mxw大 然后有阻尼力cx大 也有回复力kx 那也有外力ft 那这个结构的运动方程式呢 基本上就是运动力的那个平行方程式这样 然后这边呢包括这个质量 阻尼系数 还有这个进度这样 那我们在上个单元呢有讲到说这个ft 很可能没有办法很完整的用一个函数来表示 它很可能是经过一个离散的 离散化的一个外力这样 那么我们就需要建立从一个微分方程式建立一个差分方程式 然后呢解这个运动方程式 就从接部的资料解到下部的那个资料这样 那我们这个外力呢我们用这个fnΔt 那就说这个外力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个函数的形式 我们知道说它是个时间的函数 但我们没有办法表示把这个函数啊这个很明确的表示出来这样 那我们只知道说这个外力在每个个Δt 我们取样得到个外力这样 那说这个f呢就是nΔt nΔt比如说在0Δt的时候 我们找到这个f 或者说记录到这个f的大小 在一倍的Δt我们记录到这个f的大小 两倍的Δt的时候我们记录到这个外力的大小 但是中间是怎么变化 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当然如果说这个Δt够小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就能够把这个f它的那个变化率都能够建立起来这样 那我们这个Δt呢就是取样的那个周期这样 那再来的话我们这个有这个运动方程式 那我们有初始的条件 那这个初始条件呢包括这个初始的位移 初始的速度 那我们都是把它设为0了 好那这边呢做了一个假设 那这个假设的话就是这个ft 在这个nΔt到n加1Δt就在两个取样之间呢 它是个保持一个常数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ft呢就等于fnΔt 当这个时间呢在nΔt到n加1Δt 就在两个取样的那个瞬间之间的话 它这个外力是个保持一个常数这样 那当然各位会怀疑说这样一个假设合不合理这样 那就是要看这个Δt够不够小 那如果这个Δt够小的话 那这个假设就是合理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这个Δt够小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外力啊在两个取样这个区间啊 它能够啊这个视为一个这个一个常数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上个礼拜的单元啊 我们上个单元也有讲到说 这个我们这个下部的位移 可以写成说这部的位移 还有这部的速度 还有这部的外力 然后呢我就可以算出下部的位移这样 那就是说xn加1会等于A11xn plusA12x.nplusB1fn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A11是什么 A11是一个系数 那这个A11系数啊是包含什么呢 包含说这个结构的振动频率Omega0 这个结构的主力比Zeta 还有这个取样的周期DeltaT 就是一步跟一步之间 它究竟这个时间的区幅 这大小是多少 那就是DeltaT 所以这个A11呢 对于一个特定的结构来讲 我这个特定的外力来讲 它是一个常数 因为只要我的决定 结构决定了之后 我这个Omega0就决定了 我的主力比也决定了 只要我的外力的DeltaT知道 我的DeltaT也决定了这样 所以这个A11呢 是不会随着这个时间变化的 那我们再看这个A12呢 跟这个A11一样的 只要知道结构的频率Omega0 结构的主力比Zeta 还有取样的周期DeltaT 那么我们这个A12就决定了 那A12呢 也是一个常数 那我们再看这个B1 那这个B1呢 除了这个有需要知道结构的 那个振动频率Omega0 结构的主力比Zeta 还有取样的周期DeltaT以外 还要知道这个K 那基本上呢 我们就知道说结构的参数 包括它的M质量 C主力系数 K这个进度 那我们就可以把A11 A12 B1 那当然我们还要知道 这个取样的周期DeltaT这样 那所以说这个A11 A12跟这个B1呢 都是不跟着时间变化 它是个常数这样 那么总的来说的话 我们只要知道 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速度 还有结构的外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 下部的位移 那同样速度也是一样 那我们这个X到N加1 就是下部的速度 Equal to A21 XN 就是这部的位移 plus A22 X.N 这部的速度 plus B2 FN 就是这部的外对夹 那我们只要说 知道这部的那个讯息 我就可以找到 下部的那个速度了 那一样 这个A21 A22 B2 也是只要知道结构的参数 包括它的质量M 阻力系数C 还有进度K 那么再来 还有它的Delta T 就是取样的那个周期 那我们这个A21 A22 B2 就决定了 而且它是个常数 这样 那就是说 我们从这部的资讯 就可以算到 下一部的速度 那我们再用 这个平衡的方程式 那我们把这个MX double dot 我们把X double dot 留在等式的左边 其他全部移到 这个等式的右边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X double dot equal to minus K divided by M X minus C divided by M X star plus 1 divided by M F 那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T 用N加1Delta T 带进去的话 那我们最后就可以得到 下部的那个速度 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 跟下部的位移 X N加1 跟下部的速度 X dot N加1 还有下部的外力 F N加1 我就能够找到 下一部的加速度这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用这三个方程式 我们就从这部的资料 就可以找到 下一部的位移 下一部的速度 那我们再从 下一部的位移 下一部的速度 还有下一部的外力 我就可以找到 下部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这个一步步迈进 我就能够把全程 就是这个外力 这个收到这个外力 这个期间 这个结构的位移 速度 还有加速度 都能够找到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完成了 我们这个动力的分析这样子 好 那之前所讲的话 就是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上个单元所说的 那我们这个上个单元的话 就是说这个结构 收到个外力 叫做FT 然后这个FT呢 只能够说这个 它是个离散的 就是说每个ΔT 它有个取样 那这个在这个一个ΔT 跟另外一个Δ之间 有些什么变化 是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找它的那个结构反应量 那当然我们有个假设 就是说这个ΔT够小 所以我们能够掌握到 这个外力的那个变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我们可以假设说 这个在一个取样 跟另外一个取样之间 我们可以把这个外力 这个设为是个常数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要讲 是这个地震的反应 那这个地震的反应呢 就是说这个结构 如果受到一个 承受一个地震之下 它的反应是怎么样 那当然它的反应 是包括位移的反应 速度反应 还有加速度反应 那这边有个示意图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有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就有个质量m 然后再来这个结构呢 它会有个进度 那是个k 那这个k的话 就可以提供个回复力这样 还有这个结构呢 有个阻尼系数c 那这个阻尼系数呢 就可以提供个阻尼力这样 那一样它是个单置物度的结构 那就是说 它这个位移呢 用一个变数 就能够把它描述出来这样 那各位可以看到说 这边没有外力 没有外力 但是它有个地表的加速度 那这个地表加速度呢 就用X零 double大来表示这样 那就是说 如果这个地表在动的 那我们之前上个单元讲的话 这个地表是不动的 那受到一个外力F 那现在这个单元要讲的话 这个并没有受到外力 只有说外力这个F呢 就会变成零了 但是它有个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那地表在动这样 那这个地表的加速度呢 我们用X零 double大来表示这样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自由体图这样 那我们就假设说 这个结构呢 往右有个位移XT 那因为往右有个位移XT的话 那就是说 往左就有个回复力KXT这样 那一样 如果说我们假设 它是往右有个位移XT 我们以往右为正这样 那这样的话 它就往左有个阻尼力这样 那这个阻尼呢 就是CXT这样 那就是它没有外力 所以它只有受到两个力量 那一个力量的话就是回复力 一个力量的话就是阻尼力这样子 那在这边的话 我要再强调一下说 这个X啊 并不是绝对的位移 是这个结构啊 相对地表的位移这样子 因为它有相对位移的时候 它才有回复力这样 那一样 这个X端也不是这个绝对的速度 它是相对的速度 就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那个速度这样子 好 那就只有这两个力量这样 那一样 我们用这个牛顿的第二定律 就是F等于MA 那这个F呢 就是包含回复力 然后这个KXT 还有阻尼力 然后那个CXT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等式的右边 那这个F呢 已经是零了 就是没有这个F了 那因为它没有这个外力这样 但是这个外力呢 这个力量呢 包含这个回复力 那这个回复力呢 是负的 因为它是往左 然后KXT 然后再来一个阻尼力 它这个也是往左的 因为我们的速度 以往右为正这样 那CX.T这样 然后就等于MA 在这边的话 在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牛顿的第二定律 这个A呢 是个绝对加速度 绝对加速度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了 X是相对位移 就是这个结构 相对于地表的位移 X.T是结构 相对于地表的那个速度 所以呢 它的X.T并不是绝对加速度 是结构 相对于地表的 相对加速度这样子 那所以说 但是我们这个A 这个加速度 要是用绝对的加速度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X.T 加上X0.T 这样的话才是绝对加速度 那因为X.T 那么是这个结构 相对于地表的加速度 X0到不到 那么是这个地表的加速度 那这两个加起来呢 就是这个绝对的加速度 那我们这个M 乘上绝对加速度 等于F F现在的话是0了 minus KX minus这个CX.T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整个方程式啊 重组一下 我们把位置的 所谓位置呢 就是位移 还有位移的导数 那一次导数呢 就是它的速度 两次导数呢 就是它的加速度 所以我们就得到M X.T 加上CX.T 加上KX 那我们把不知道的 或说外力的 外力加进来的 这样 那如果说 它就是等于 Fu的M X0.T 这样 那在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 这个X 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位移 X.T 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速度 X.T 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加速度 那这个X0.T 是地表的加速度 这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建立 这个运动方程式 这样 那我们再看 这个运动方程式 那因为它有X 然后有X的一次导数 然后X double dot 所以说它最高的 这个导数 是两次的导数 所以它是个 second order的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我们再来看的时候 因为它右边 有一个 这个时间的函数 那这个时间函数 就可以把它看 是个外力的 那这个外力的话 就是X0.T 乘上这个M 然后取一个负号 这样 所以它是个 non-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再来这个M CK 那因为它是 不随着时间 这个变化 那就是说 它是 Vest Constant Coefficient 所以它的系数 是一个长系数 这样 好 那我们就是 把这个重组一下 那就是MX double dot 我们看这个运动方程式 加上CX dot 加上KX 等于MX0 double dot 然后这个运动方程式 就是说 在地表加速度作用之下 并不是外力 直接加在这个结构上面 是它的基底 在做振动 这样 然后它的运动方程式 这个看起来 也跟这个外力一样 只不过说 现在的外力 它不是一个外力 直接加在这个结构上面 是个力量 加在这个地表上面 这样 然后这个力量 就是负MX0 double dot T 然后我们看这个惯性力 这个惯性力 就不是原来的MX double dot 它是M乘上X double dot 加上X0 double dot 那因为X double dot 加上X0 double dot 才是它的绝对加速度 那这个M乘上它的绝对加速度 就会变成是惯性力 这样 然后CX dot 就是主移力 然后KX是这个回复率 这样 那在这边再强调为此的话 这个X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位移 X double 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加速度 这样 然后X0 double dot 就是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这样 所以这个质量还是M 主流系数是C 然后那个进度是K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跟上个单元 比较一下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等式的左边 还是MX double dot 加上CX double 加上KX 那等式的右边 我们再上个单元 它是FT 那现在这个单元 是负M 乘上X0到Double dot 然后就是一个地表的加速度 这样 然后再来说 上个单元的话 因为地表没有在动 那时候说 这个X的话 就是结构相对地表的位移 因为地表没有在动 也就是它的绝对位移 X star 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速度 那因为地表没有在动 所以也就是它的绝对速度 X double dot 是这个结构相对于地表的加速度 那因为地表没有在动 那它就变成是个绝对加速度 这样 那如果在一个基底振动之下的话 这个X就因为地表在动 所以这个X呢 只能够是结构相对地表的位移 X star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速度 X double dot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加速度 那一样的 我们这个地表加速度呢 常常是个离散的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发生一次地震之后 那我们量到它的地表加速度 那因为我们要把它数位化 那数位化之后呢 就是说我们没办法 每一个时间点 我都量到它的那个加速度 我们是隔一个delta t 所以delta t呢 就是它的取样的周期这样 所以说我们在零倍delta t的时候 我们量到它的加速度 一倍的delta t的时候 我们量到地表加速度 两倍的delta t的时候 我们量到它的地表加速度 所以这个地表加速度呢 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函数 它是一个离散的函数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初始的那个条件这样 那我们看到x0是等于零 x0是等于零这样 那如果说当地震还没进来的时候 还没袭击这个结构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位移是零的 它的速度也是零这样 那在这边再强调一下 这个x0是在时间零的时候 结构相对于地表的位移 x0是在时间零的时候 结构相对于地表的那个速度 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它这两个的 初始的那个条件 包括初始的位移 初始的速度 在这边呢 我们也做一个假设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delta t够小 够小 那就是说在两个取样点之间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地表加速度 视我一个常数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x0double到t 那当我这个t呢 在这个介于这个n delta t 到n加1delta t这个时间呢 那我们是把它视为常数 所以它就是x0double到n delta t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区间里面 这个地表的加速度是没有变化的 那我们就用x0double到n delta t 当做这个常数量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结构的运动方程式 那就是mxdouble到t 加上cxdouble到t加上kx 等于-m乘上x0的double到t 然后有两个初始的条件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把这个-m乘上x0double到t 视为是f 那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个单元的那个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差分方程式这样 那我们这个差分方程式的话就是 xn加1等于a11xn plusa12x.n plusb18x0double到n这样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这个a11跟三个单元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mck跟三个单元是一样的 a12跟三个单元也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我们的mck没有变化这样 那但是b1就改变了 上个单元我们是b1 那这个单元的话就是b1bar这样 那这边a11也好 a12也好 我们只要知道结构的参数 那我们从结构的参数呢 就可以知道它的结构的自然的频率 omega0 还有结构的阻力比 那从结构的自然频率omega0 还有结构的阻力比z 我们就可以找到omegaD omegaD的话就是 具有阻力之下结构的那个自然证频 那当然我们还要知道说这个delta t 就是说我这个地表加速度 它在量测的时候 它的取样周期是多少 那这个delta t要知道这样 那我们知道这个频率omega0 主力比z 取样周期delta t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a11 a12这样 那这个a11 a12呢 是不跟着水晶变化了 所以它是个constant coefficient 它是一个 这个常数的那个系数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b1bar 那b1bar我们在上个单元呢 因为它的外力是f 所以它的系数是b1 那现在的话我们是-m乘上x0w大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b1bar就等于 -m乘上b1这样 那我们把b1从上个单元找到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b1带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b1bar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b1bar 那这个b1bar我们只要知道omega0 它这个结构的自然频率 zeta 结构的阻力比 还有这个取样的周期deltaT 那我们这个b1bar就可以找到了 好那我们这样回头 看看这个差分方程式 xn就是接步的位移 x.n是接步的速度 x0w.n是接步的这个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有了这三个资料 我就可以算出下一步的位移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够 从接步的资讯 就可以算到下部的位移这样 那我们再看下部的那个速度了 那用同样的方式 那我们也是利用这个上个单元的那个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 这个从接步的位移xn 接步的速度x.n 还有接步的时候的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这个外力 那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这个外力 那我就可以找到x.n加1 就是下部的那个速度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看a21也好 a22也好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制造结构的自然频率 omega0 结构的阻力比zeta 还有delta t delta t的话就是地表加速度的那个取样周期 那我们就能够把a21 a22找到 而且这个a21也好 a22也好 它是不跟着时间变化的 它是个常数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b2bar 我们在上个单元外力就是ft 说它是b2 那现在这个单元外力是-m 乘上x0.t 那我们把x0.t视为这个外力 但是我们多了一个-m倍 所以我们把上个单元找到的b2 前面成像一个-m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b2bar 得到个b2bar 那我们再看这个b2bar 那如果我们知道结构的频率 omega0 结构阻力比zeta 那我们还要知道说取样的周期delta t 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b2bar 而且这个b2bar它是个constant 这个不随着时间变化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差分方程式 就是说我们得到现在 知道是jkj步的位移xn 知道j步的速度x.n 也知道说j步的地表加速度x0.n 我们只要在前面乘上个系数a21 a22还有b2bar 我就能够算出下一步的速度 那我们这个从现在j步的资讯 我就可以算出下步的位移 下步的速度 那我们这个不停的那个迭代 我们就能够找到全程的结构的位移的反应 全程的速度反应 好跟着我们要看看这个加速度这样子 那在这个地震作用之下的话 我们关心的不是结构的那个相对加速度 我们关心的是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那因为这个结构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跟这个地震率的大小是息息相关的 那因为我们把这个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乘上它的质量 它就变成个惯性力 那这个惯性力就代表说 这个地震率的大小多寡这样子 好那我们从这个运动方程式来出发这样 这个mxd'加上cxd'加上kx 那这个xd'加上xd'变成绝对加速度 那因为这个xd'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加速度 x0d'是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那两个加起来的话就变成是结构的绝对加速度这样子 那跟着的话我们把这个k乘上x 从左边搬到右边 左边是minus kx cxd'从左边搬到右边 左边是minus cxd' 好那我们再把这个m从这个等式的左边移到等式的右边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过之后呢 xd' 那这个a是代表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absolute acceleration绝对加速度 那就等于负5的k divided by m xt minus c divided by m xt 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k divided by m把它写成是omega zero square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t呢 用这个n加1delta t带进去 那就说n加1delta t就代表是下部的绝对加速度 xn加1delta t就是下一步的位移 那我们经过整理之后呢 那我们就得到xa double dot n加1 那就是说下一步的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equal to minus omega zero square xn加1 就是omega zero square乘上下部的位移 那取个负号这样 那再来是x.n加1下部的速度 那前面再乘上一个minus 2z的omega zero 那就是说我们从下部的位移 下部的速度 我就能够找到下部的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那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地震率的多寡 就是究竟有多少力量作用在这个结构上面 所以我们关心的是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好 有了这个差分方程式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一步步找这个结构的反应 好 那我们从这个运动方程式来看 那就是mx double dot加上cx dot加上kx equal to minusmx0 double dot 然后初始的速度为0 初始的位移也是0这样 那当这个n equal to zero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个x0 double dot 当然我们要知道地表的加速度 在地零部的时候地表加速度 然后x0 x0 equal to zero 那就是说它的初始在地零部的时候 它这个位移是0的 x dot zero equal to zero 在地零部的时候呢 结构的速度是0这样 那我在这边特别要强调 这个x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位移 这个x star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速度这样 那一样我们从这个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我们也能够找到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从地零部的位移 地零部的速度 那这个位移呢是相对位移 相对速度 那我就能够找到地零部的那个结构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那就是x double dot 在地零部0的时候 equal to minus omega 0 square x0 minus 2z的 omega 0 x dot zero 那因为我们的初始位移等于0 初始速度也等于0 那就是说初始的加速度呢 也随时等于0这样 那这个加速度呢是结构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好 那我们从这个地零部呢 进入到这个第一步 就是n等于1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说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地零部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那时候是x0 double dot 1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差分方程式 就是说我们从地零部的位移 地零部的速度 还有地零部的那个地零部的那个地零部 加速度 我就可以算出下一步 就是这一步的x1这样 那这个x1 equal to a11x0 plus a12x0 plus b18x0 double dot 那一样前一步的位移我们知道 x0 前一步的速度知道 前一步地零部的加速度也知道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差分方程式 就可以找到接部的时候 结构的相对速度 结构的相对速度 那我们就得到x1 equal to a21 times x0 plus a22 times x0 plus b28x0 double dot 0 再来我们从这个平行方程式 那我们也可以找到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x0 double dot 1 equal to minus omega 0 square x1 minus 2z的 omega 0 x dot 1 那就是说我们从 这一步的位移 这一步的速度 我就可以找到这一步的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好 那我们就进入n等于2的时候 那n等于2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这个结构的地表的加速度 x0 double dot 2 就是第二步的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从前一步的位移 x1 前一步的速度 x dot 1 前一步的地表加速度 x0 double dot 1 那我们透过a11 a12 b18 这些系数 这些系数 一个长系数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x2 就是J步的时候的位移 那一样 那一样我们从这个前一步的x1 前一步的相对速度 x dot 1 还有前一步的地表加速度 x0 double dot 1 我们就可以找到J步的结构的相对速度 相对速度 就是相对地表的速度 x dot 2 那再来的话 我们从J步的位移 x2 J步的速度 x dot 2 那这个位移跟这个速度 都是相对位移 相对速度 那就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位移 相对于地表的速度 这样 我们在前面乘上一个 Omega 0 squared 还有乘上一个 minus 2z的Omega 0 那我们就找到J步的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xA double dot 2 就是在第二步的时候的结构的绝对加速度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举一个例子 然后这个结构大家都很熟悉了 它是个单织度的结构 那这个单织度结构呢 它就用一个位移变数 xT就能够描述了 然后这个结构呢 有个进度 我们用个弹簧来表示 那这个结构呢 有个阻尼力 那我们用个C这个系数来表示 然后它的地表呢 有个运动 它计表在震动 那我们这个地表呢 用X0来表示这样 那结构的质量呢 也是跟之前一样 然后它是2000吨 然后这个K呢 是等于m乘上2π² 那就等于78957QN per m 然后这个阻尼系数C 是等于point1square root of mk 那就等于1256.6的QN 除上m per second 那我们从这个K跟m 我们可以找到自然的频率 自然的震动频率 Omega0 那这个Omega0呢 刚好就等于2π 那就是6.283 radian per second 那我们从这个Omega0 把它Divide by 2π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F0 那所以说它也是等于1Hz 就是一个cycle per second 那一样我们从这个自然频率 把它取这个导数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自然震动周期 T0 equal to 1 second 一秒钟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C 它的阻尼系数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阻尼比 Equal to 0.05 那就等于5个percent 那我们有这个结构的频率 Omega0 也要知道那个阻尼比Zeta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 具有阻尼之下的自然震动频率 OmegaD OmegaD 那等于6.275 Radian per second 它非常接近这个Omega0 然后它这个比Omega0 小一点点 那就是说 具有阻尼之下它的频率 放慢了这样 那我们有了OmegaD 把这个OmegaD Divide by 2π 我们就可以得到Fd 那Fd 那Fd呢 就等于0.9987Hz 那就是说比1Hz 小一点点这样 那我们有了Fd之后呢 我们把Fd取这个导数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 具有阻尼之下的自然震动周期 那就是1.0013秒 比1秒钟长一点点 那就是说 具有阻尼之下呢 频率变小了 然后周期呢 变长一点点 好 在一个地表加速度作用之下 我们要找结构的反应 要找这个结构反应的时候 我们要建立这个差分方程式 那要找这个差分方程式 我们一定要先把那些系数先找到这样 那首先是A11 那A11的话 我们需要结构的那个震动频率Omega0 还有结构的阻尼比Z 还要这个 这个外力的那个取样周期 那这个外力的话 就是地表加速的取样周期 那我们这次选择那个地表加速度 它的那个取样周期是0.004秒 那我们有了结构的那个震动周期 或者震动频率Omega0 还有阻尼比Z 还有取样周期ΔT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A11 那这个A11是没有单位的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找到A12 那这个A12是有单位 它的单位就是秒 那我们再找到这个A21 那A21它也是有单位的 是秒分之一 那我们再找到A22 那A22是没有单位 那我们发现说A11蛮接近1的 A22也蛮接近1的 然后A12那就比较小 那A21那就没有那么小 那再来我们这个ΔT知道了 那我们也可以找到B1bar 那B1bar呢我们就是把上个单元的B1乘上这个-m 然后这个B1bar呢是有单位的 那它就是秒的平方 那我就说我们这个B1bar呢看起来是蛮小的 然后再来是B2bar 那B2bar我们就上个单元的B2 再乘上一个-m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B2bar 那这个B2bar也是有单位的 然后它这个单位是秒 那再来我们看看说我们的那个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这个地表加速度呢 横轴就是这个秒 那我们从这个D0秒到D100秒这样 那我们到中轴的话就是地表加速度 那它的单位是Gal 那Gal的话就是Cm per second square 那我们再看的话这个地表加速度前面20秒啊 这个地表加速度是0的 那就说那个时候地震还没进来这样 那所以从D20秒之后 那我们就开始啊 记录到这个地表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地表加速最大的那个值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表加速度取绝对值之后 再取它的最大 那我们这个呢叫做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那它的那个缩写呢叫做PGA 那最大的地表加速呢就是96.24Gal 那一个Gal的话就是一个Cm per second square 那我们这个地震地露啊 我们是从TAP097而来的 那这个TAP呢就是这个车站 在台北的那个车站 那它编号是097这个编号这样 那我们现在这个记录呢是这个东西向的记录 这个以东呢为这个正这样子 因为我们每个车站呢有这个三个方向的那个记录 包括这个东西向南北向还有上下这个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说它的那个结构的反应 那这个结构反应呢包括是位移速度加速度 那这个位移的反应呢是这个结构相对于地表的位移 速度反应呢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速度 那这个加速度的反应呢是结构的绝对加速度反应 那我们来看这个三个反应这样 那它们有个共通点 0到20秒呢都是没有反应的 那因为说这个时候啊这个地表加速度是几乎是0 除了一点点杂讯以外 那说说从0到20秒呢这个没有结构的反应是合理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三个图形呢看起来都蛮干净的 所谓干净的话它好像是按照某个频率在做震动这样子 然后我们测一下说这个频率的周期是多少这样 比如说我们取个10秒很可能是这个40秒到50秒之间总共有10秒 然后呢它究竟有几个周期在做震荡这样 那我们这个把它除上这个周期数 那我们就知道说一个周期它发的时间是多少这样 那这个周期跟结构的震动周期有没有个关系在这样 那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比较知道说这三个那个反应啊是个合理的那个反应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说每一个记录啊每个结构反应的那个最大值这样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结构的相对位移 大概是5.637cm 那我们也可以得到最大的那个结构的相对速度 大概35.05cm per second 那也可以得到最大的那个结构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就是223.6个Gal那一个Gal就是一个cm per second square这样 那我们再看说这些最大的相对位移 最大的那个相对速度 还有最大的绝对加速度 然后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存在这样 比如说我们是把这个最大的那个相对位移 乘上2π之后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相对速度 再把最大的相对速度乘上2π之后 它就可以得到最大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那这个2π呢就是这个结构的自然频率 那如果有这个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判别说这个三个结果是合理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做出这个结构的那个 在基底震动之下 它的那个地震反应的话 那我们就要判别说它这个结果是否合理这样 那这个判别有两个方法 最少有两个方法 一个看它的振动周期 跟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是不是一致的 然后再来说说我们把最大的位移 最大速度最大加速度 它们有没有个比值的关系 那这个比值是不是跟结构的自然正频 有一个关系存在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说 我们这个三个反应是个合理的那个结果这样 那我们用到这门课用到的参考文献 包括是结构学的课本 工程书学的课本 钢筋粉凌土的课本 还有两本规范 那这两本规范 就是建筑物耐震设计规范 还有粉凌土结构设计规范这样 还有两本书 那这两本书就是粉凌土工程 设计规范的应用有上下车这样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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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